左眼球突出眼眶 娇弱的模樣惹人心疼 5歲的阿麗莎一出生 就得了四網目母細胞瘤 母親帶她從寶和島 來到馬琳娜求診 才剛住進醫院就上演驚魂劑 母親帶她從寶和島來到馬琳娜求診 原來是阿麗莎寫小板地下 急需輸血 但醫院沒有足夠被血 因此院方趕緊聯繫 慈濟和紅十字會支援 志工吳婷婷特地請假 親自把血帶送到醫院 一位孫子 母親 如果有小孩 很痛苦 如果她的生命 把她的孫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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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回一命的阿麗莎 留在醫院接受化療 但壞消息是 醫師宣告她的癌細胞已擴散 就算做手術 也只是增加孩子的痛苦 因此這對母女準備返回寶和島 臨行前志工給了驚喜 快樂快樂快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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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感心不幸 我們要找你 我們愛你 記得嗎 好嗎 謝謝 謝謝 有你喜歡嗎 謝謝 沒有想到 有些人 到她 沒有想到 她感受到她的情感 她感受到這種狀態 她仍然是一個美麗的世界 然後Juji是在那裡幫助她 雖然阿里莎的病情 還有很多不確定性 但對抗病魔的勇氣 撼動了每個人的心 期盼奇蹟 真能降臨在這位小女孩身上 讓她繼續快樂長大 打開新聞 李嘉美 羅維納 菲律賓報導